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的新的一期《基督一传》说卦解经 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讲的分享的是两个卦 就是非常大家都知道很熟的是匹和钛 钛卦和匹卦 这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匹吉泰来 对,一句成语吗 对,但我们都知道是不好的 到了极端的情况下就变成越来越好 对,匹吉泰来 但是在易经里面的这个卦序上面不是匹吉泰来 是太极匹来的 对,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卦序上是太挂在前面 匹挂在后面 就先是安泰了 然后呢,这个才有了出现的问题 然后就匹了 对,我明白了,明白了 那那个在我分享这个《新约圣经》里的对应的这个信息之前呢 还是请王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太挂的意义吧 太挂的意义啊 太挂的意义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卦像 就是地天太 这个大家对这个周易没有太多了解的话 咱们起码是对这个 对这个卦还是比较容易认识的 为什么呢? 这是大地 这是昆卦 八经卦之一 八个基本卦之一 对吧 三个腰的 下面是前卦 前卦是代表是天 对 地、天、太 这是一个卦像 太卦的卦像 在我初次看这个最早学习的时候 我一看这个王老师就问 这个好还是不好啊 他没告诉我是什么卦 就是说 地在上的天在下头 这不颠倒了吗? 这能好吗? 我心里就想 这能好吗? 这能好吗? 然后他又给我看了另外一个就是 天在上面 地在下面 这是我平时看的天圈在上面 地圈在下面 这个是不是好 结果呢? 我就说错了 太卦呀 是地在上面 天在下面 太卦这样 这样 匹卦是天在上面 这怎么 这怎么给 思路上怎么就跟 平时圣商生活不一样呢? 怎么天到下面 反而会好 嗯 为什么天在上面 地在下面 咱们平时看大地在下面吗? 上天在上面 这为什么就不好 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嗯 嗯 自然现象上来讲 天确实在上面 地确实在下面 嗯 但是呢 这个医学里面 我们讲啊 什么呢? 就是氢气上升 嗯 灼气下降 这样 如果天在上面 就是天 氢气在上升 灼气在下降 这个叫阴阳二气不焦 不焦 就违行了 就是我们就就就就分开了 分开了就不好 嗯 这不是上帝所要要看到 没错 上帝是怎么样的 嗯 天在上面 嗯 但是我有天的这个尊位 我愿意你 到极低的位置上 到大地上来 到人民群众当中来 嗯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把你们的利益放在天上 啊 这是天道 我为了让你好 嗯 嗯 那我们就把放下自己 放在 把自己放低 然后 呃 在人间 跟你们在一起 对 对 把你们送到天上去 是吧 这是你看这就是天道 对 这就是太挂 太挂 太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哦 哦 那呃 这个 因为小系统 是对大系统的一种模拟 嗯 嗯 嗯 人道 效仿天道 那应该怎么样呢 比如说 国家 嗯 国家作为领导人 那他是天 是不是 嗯 这是第一网之相 是吧 他把自己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极低的位置上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一个极高的位置上 嗯 如果要是做到了 这个就是太嘛 嗯 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就平衡嘛 嗯 对吧 就稳定 嗯 如果不然 那就是匹 就是伪行的 伪行的 嗯 那 在一个家庭里面也是这样的 如果要是你把这个 嗯 天呢 相当相当 相当的是 钱挂的男主人 对不对 嗯 那坤呢 相当的是女主人 嗯 对 如果要是说呢 男人 高高在上 女人呢 就被 就是像 我们说 只是在家里面做一个服务性的一个工作的话 这样呢也是会有问题的 也是不好的 对对对 那应该怎么样呢 就是其实应该是把家庭的整体利益放在一个极高的位置上 嗯 那其实男人在外面去打拼呢 也是为了让这个家庭更好 嗯 有道理 有道理 如果这样的话呢 整个家庭系统就稳定了 就泰了 嗯 很有道理 有道理 这就说这个 泰的这个 这个 挂词 的意义 是 小往大来 急哼 对 嗯 小往大来 失去的小 得到大 就表面上好像我是从上位下来了 对 有一些那个 损失 小损失 嗯 嗯 其实是大的 大的更大的收获 更大的收获 是这么理解 小往大来 是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我们从挂项上理解的话 还可以有别的隐身的意义 比如说 小是阴阳 小人是阴阳 这个阳是阳 这个这个 呃 阳阳是大 这样 也有这样的说法啊 那那怎么这个解释呢 如果小是小人是阴阳 那小人 怎么是教我们如何 小往 这个跟我们近的嘛 然后这个现在 啊 大来 大来不是这个 三个阳阳在下面 就是在离我们更近 哦 明白 是另外一个解读方法 对 就是小往 就是小的 怎么怎么 怎么给小小人要 怎么怎么理解 跟你小人有关吗 没有 呃 小小人走了 大人 这个大人 大人来了 哦 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古文呢 很有意思 嗯 可以理解的方式 给咱们后人有这么多的空间去解读的 对 写出这个挂的时候 我们还有这个梗啊 就是如果要是算病 如果是太挂的话 可能不一定好 哦 这么回事 因为什么呢 小往大来 嗯 你你你以为你是暂时的一种缓解 缓解你觉得这几天还挺舒服的吧 哦 不是小往大来 哦 更大的这个问题在后面 嗯 嗯 对 这是我们说那个解卦的时候 是这个很很深的学问 对对对 嗯 对 但有一种思路 嗯 然后呢这个 基督义传里 他是跟这个要连在一起吗 要跟那个耶稣的 新约福音传道要联系在一起 你上次我们说了 招了十二门徒了 嗯 然后呢下一步怎么连呢 啊 这里讲到呢 就是说 耶稣不是招完十二门徒吗 那他是天 上帝的儿子 他确实是把自己的位置降下来了 嗯 跟老百姓啊 跟那些打鱼的啊 那些就是 咱们说贫下中农啊 跟那些人交往 对不对 他跟那些人交往 然后呢 也是体现的太挂 这个把他把自己降得很低 而且呢 他这个 他教导的这个 他教导的这些知 这些教导的这些知识也好 说这些理论 不是理论怎么说 教导的内容吧 嗯 也是 怎么说呢 就是 翻天覆地 也可以说 就upside down的这么一套理论 上下所谓上下颠倒的 这么一套理论啊 嗯 就是当下颠倒好像是一个贬义啊 这就是登山宝训是吧 登山宝训 他在他这个登山宝训啊 就说他在山上 嗯 有的有的 有的那个福音书里说他站着 有的说他坐着 不管怎么着 他呢 就说了很多 很多的教训 嗯 这些教训呢 这个听起来好像不符合逻辑 嗯 说说看吧 但是又有很深的 很深的那个知识 就大家 哎 大家能听明白 但不符合世界的逻辑 有点像太挂 就表面上看人家 天怎么跑下面的了 地怎么跑上的去了 就我那种感觉似的 我刚才刚最初看到太挂那种感觉 比如说啊 虚心人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嗯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我 我 这个 比如说咱们不算那个什么了 不算那个基督徒 非基督徒 或者怎么一个世人 你听的话能明白吗 再说一遍 不不不 就说 啊 灯仙宝炫 嗯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有福了 我就是挑了咱们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嗯 嗯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必承受地土 嗯 嗯 比如说这个 嗯 还好很多啊 嗯 清心的人有福了 他必得见神 就就比如说这意思叙事 就是先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吧 嗯 他必承受地土 嗯 这个你说他这个说的 有逻辑吗 这个周易里面的 不是讲谣词吗 是吧 这个在太卦的九二里面是这么说 叫包荒 嗯 包荒的意思就是包 就是包容了 包容什么荒 荒是荒 广大 这个荒凉 是 就是一切我都能包容 嗯 你包容 这个 这个是一种 九二在这个位置叫得上于中情 什么意思 嗯 孔子的解读是以光大也 就是 得上于中情以光大也 就是代表的是 如果你用这种状态 能够包容四荒 能够辅助中道的君主 嗯 并可以将它这个推荒广 广大吧 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状态 这是最好的 那本身呢就有一种 承载 因为它下面在这个 昆道里面嘛 啊 这是我 我包容就是能够 能够包容一切 本身就有这种意思 是 跟温柔虚心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可是就是这个咱们能理解 而且提到了这个土地啊 嗯 这种反暴的人 或者那些 呃 有权力的人 嗯 或者怎么着 有挣钱的能力的这些人 他们好像在那个 他们的世界里啊 这些人能够承受土地似的 嗯 是吧 就是说你那个 比如好多 在大地上 他们做主 他们做主 他好像能承受土地了 嗯 这个老百姓呢 就是吃不上饭呢 嗯 而且他说虚心的人 进天国 什么清新的人 看的是 当然是进天国的 就是那个赎罪的啊 嗯 那个赎罪 赎的好的 或者怎么怎么样 和那个 上面走得近的 嗯 是吧 能能进这个 天国啊 在当时的教导下 嗯 嗯 他这个是 耶稣教导的 是跟那没关系 就是我这辈子牛 我死了以后还牛 嗯 或者就虚心 你这心虚了 虚心 不是 我是说那个 原来的这些人呢 原先的人是说 他们自以为就是 我 我们这个大地上 你看我 我全高位重 是吧 我有钱 然后我 我很牛 我一定怎么样 我死了以后 我一定还是 还会这么牛 哦 对 你说咱们最最典型的中国呢 秦始皇呢 不是 大地是他的 是吧 对 他空过武力打 他跟跟那个 这教导好 我关系 就说耶稣的教导啊 嗯 那那是自以为是的人 嗯 是吧 嗯 那就是那个匹挂 就是他把自己放在极高的位置上 极高上 实际上他不是以天国进了 他是以天国远了 对 这就是匹挂的问题 嗯 然后呢 当时的这个耶稣也说就是 耶稣之所以说登山宝训呢 为什么登山宝训呢 那你说耶稣没教这个的话 那以色列人他们遵循的是什么 遵循的是传统的律法 嗯 就是教的教的那些条文呢 嗯 条文你按照这个特作不能够干什么 不能够守完昔日 不能够碰死尸 不能够这个这些这 嗯 像咱们也说了 他们完全守这个 认为那个是能够进天国的 嗯 这个将你守了这个戒了 嗯 你就进了天国了 所以呢 耶稣呢 就是要 教导 就你们这个都是 你就看到这个 这个 基督异传也说了 说 你就看到了这些同的规则了 你没有知道金金定律 或金规则 耶稣把金规则 给大家教导 教出来了 嗯 就是这个太光 就是 表面上好像是 upside down的逻辑 这是真正的 嗯 真正的 这个金银铜铁这个 规则是耶稣说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这是 这是后人的 天老师做的比喻啊 ok 但金银铜铁他在 预言里也用过什么 那个是 泥的金的 铜的 泥的银的 然后怎么金的 他也用当比喻 就是说金的最好 然后底下呢 表妙表四看的挺不错的 但是 不是 不是真正的核心 就是你这个定律规则背后的那个是什么啊 嗯 这个也就是让我想到了 呃 比如说那个 呃 想到了那个法律上啊 就是说一些法律上 嗯 这个法律上好 就是初等法院 去级法院 高等法院 什么那个上诉法院 最高等法院 嗯 最高等法院用的 他就是像耶稣这样的教导 低等法院就是要 安立法也好 条文法就要抠 就哎 这个怎么怎么读的 我就按照这个给你下了一个结论啊 就是按照规条 规条啊 他没有他没有权利去考虑考虑那个哎 这些是终极的原则我我当时制定法律式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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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手手手手手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他他他可能不太考虑因为嗯 他的职责就是按立法这么判断最短的规则是他执行但是你你就可以告到上一集直到告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受任何条款啊 嗯 不不是是不能说是不和任何的下级程序的控制嗯 他是读法律 但是他要根据中级程序就高级程序是否公正嗯 他可以有权利来恒来这个来这个变通是最高法律可以变通 这也是呃这个也是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就是最高的原则这个条文背后的那个是什么是公平嗯 是公平你所有的法律你在解读的情况都要根据这个在这个公平的角度上解读而不是按这个字嗯啊就是这个这个我也是举个比喻啊 对更不能用某一个人的意志来左右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嗯对应该要整体的这个大的这是就我说符合上帝的意志更高层更高层的更高层的我这说的是我这个说的可是西方的这个呃新西兰的这个法律啊就是英联邦的法律他他有这么一个在这个整体上有一个这么约束 而且他是他这个法院啊和政府是分开的嗯你说呢他有他的弊病啊他说好咱们就多说两句就他有弊病他说他来确保法院和和那个和那个立法的要分开嗯和县政府要分开县权分立分立啊他来保证公正他的弊端是你法你你你能打到最高法院你一定有这个钱呢 是不是你那个花多少银子才能打呢还是有钱的嗯想起了这个孟晚舟是吧这个案件的话这只撑的是吧就别人是在一定会撑好几年的一定要撑你得有钱才你你你凭什么老板性律师甭请理事你心理上你就得崩溃了没错还还律师呢你这两年你就睡不着觉你心理上就崩溃了你还有还得准备钱所以西方法律也有他的弊端嗯所以这个很多这个 这个加拿大的立法者啊他们就是原来的这个法官什么他们联名说这个你敢干脆把那个孟晚舟的算放了得了为什么代价太大对吧他们不是通过法律的公正性来说这件事而是说那个替国家利益考虑对啊这方面我觉得也是非常成问题的一件事你你你到底是守不守这个法律的这个基本原则呢对啊有时候有时候不给你判到监狱里为什么因为你判到监狱里的话给国家造成经营 损失大因为国家要养活这个犯人嘛包括我们去年这个呃当时就枪基督城的枪击案嗯你关在新西兰的话这确实是也也把这样的一个罪犯放在新西兰他的监狱条件那么好还得养着他实在是有纳税人的钱就因为这里很多问题然后但是呢西方法律毕竟他是有一个公正嗯就这么一个考量的他不会有人这么考量但是你看跟中国 中国中国比如说最近有一个昌平小小产权房那个那个拆那个他是没有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花了钱了是你这个区政府的问题他不管区政府直接就强拆嗯他没有把老百姓的利益放上去对啊就是就是那个动力嗯他没把这个补偿问题解决没有把这个这个处理好但是从这这样一点来讲的话咱们这个 整个这个法律就是有巨大问题的一个法律按说我们的宪法应该是人民民主专政哦人民民主专政是吧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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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们应该是无产阶级做主的嗯那你这样的话就是有巨大问题对就说这意思啊就是大家要反思啊我们每每个每个法律系统他都有问题啊我们就反思我不不是做任何对还有一个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对啊 这个留给大家思考嗯我没有没有给任何结论好还有这个再说这个登山宝宣再说几一几条啊给大家讲一下就说他说这个呃心很重要你心里动动念很重要就说这个以前都是行动很重要但耶稣说你心很重要你要保住你自己的心别想坏事 别想歪了这也想歪了这也很重要的就说太嘛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啊之前是行为很重要这里是他讲的心很重要而且什么那个讲了一些一些道理啊哎他都是突破了平时逻辑了嗯比如说什么不可以启示啊什么不可以启示不可以 因为因为一般逻辑说你不可以违背你的诺言你不可以违背你的这个誓言嗯嗯嗯是说话也算说说说说说说耶稣说了这个呀你你说话算数但你不可以指着什么什么法事我指着天法事我指着你你这个呀你就实话实说嗯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嗯他就是更高了更高一层了因为你 你其实你算谁你是自己是一个小小一个人而已你凭什么指着天启示你算就一个你今天是这样明天你怎么想的你自己都把握不住你怎么能够下这个保证呢是不是就是这个认清自己的微微小吧实话实说那意思就是说还有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旧旧的方法就说崩管那个以色列的旧律法说 以眼还牙还牙 嗯嗯中国也说是以直报怨以直中国不是中国说这个什么此仇不报 事不为人事不为人啊或者那个君子报仇十年不完 他就一定要有一个报仇的这个这是正义这在在正常人之前的就是正义我就做我就报仇了我就行公正了嗯是不是以牙还牙 你说这对不对是对你得做行个公正 但是耶稣挑战的就说 嗯 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你连左脸也让他打 嗯 有人拿你拿你礼仪让把万一也给他拿让他拿走 嗯你说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助长 是恶人办坏事呢 对啊这这这就是咱们就分析他的逻辑啊是你说他说你你用爱爱你的灵蛇恨你的仇敌 就对待敌人一定要冷酷就是怎么怎么说对待敌人像秋风草乐一样那样但耶稣说你啊对待敌人也要爱他们嗯为他们为那些破逼迫你的祷告 这样你才能够配做天父的儿子嗯天父的孩子嗯为他们祷告没问题 比如说为他们让他们这个还有啊就改改改正啊就是要善心啊没有问题 那问题是他过来才打你来了还要爱你的仇敌对然后这怎么办这他就给的这个逻辑你说呃你说让我做吧嗯我之前可能还能做一做 当然现在呢可能这也要琢磨琢磨了嗯这些有些人呢你那个那么着他他就是他那个怎么说呢你你给给他他也不明白你知道吗他还是最好骂你傻是不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但当然怎么琢磨琢磨骂就骂也没有关系啊咱就说这个这他真要是打你来了是不是他这样拿你钱啊你就给他吗 嗯这耶稣教导说是给啊他那个大大当个咱们又回到这个不要看那个文字啊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就说呀 这个 嗯怎么说呢我我只能给大家举例子呀嗯我我我不能拿我自己举例子这这也有但是我不强就是我说服性不强 嗯嗯我只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大家不知道看了不看没看过这个巴黎这个怎么还不是巴黎圣母院余国写的另一部叫做悲惨的世界哦这是让巴让吗让巴让嗯他让巴让这个人他就以前是个小偷嗯干换事儿然后呢这个就是去了这个一个神父家啊他穷他是没地儿住啊 然后神父托个银盘子对神父就给大家了好你不是没没饭吃吗我给你饭吃嗯啊你不是没睡吗我给你睡睡地儿睡哎那吃完了他就吃睡 然后第二天没到第二天晚上就不见了哎哪去了呢他就他就把那个他一看你吃饭的桌上银盘了就拿走了就是想那个换钱去结果出门晚上就被警察给抓住了 就给送回来了说了那个神父就是就是就问这神父这是不是你们家的这盘子 神父说这是我们家但是这个盘子是我送给他的嗯让巴让呢就被释放了拿着盘子就走了 这是小说啊千万我可没说事实啊 这让巴让后来呢就当市长了嗯啊他就干了很多好事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个他他这个被爱了就赦免了他知道这个人人也有好人嗯他就去救人去救好多了好多人 救个女的怎么怎么样是干了好多好事儿 但是呢这个有个警察警察呢就是正义一封啊他就我就要执法啊执法 就是我要知道这个人是逃犯啊认出这个罪犯是罪犯认出是逃犯啊记不清了反正是罪犯 我一定要把你抓住我不管你怎么着 你是市长也没有但你就是以前逃犯罪犯逃犯我要抓你 结果呢这个电影里我就不知道了啊后来我看到那个歌剧 就是这个警察后来就是 就是也没抓他啊也没抓他就放他走了他明白了 嗯这是一个只是一个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小说啊 现在是罪犯中有没有嗯嗯也也也也也也算有 嗯我身上有没有也有一个小孩以前我念书的时候 有一个就一个导人小孩竟偷东西 嗯然后竟说骗骗话说骗话说说什么骗话说好多骗话也骗我 然后呢有一次他说就喜欢敲鼓 然后我就给他送了他一股裙送一套衣服骨裙他送了一个手机好像怎么怎么着看 然后结果他偷东西被抓住了就是在学校里被被抓住了 然后警察就去了就是就去了就说你看这这他这些东西 是不是你有没有你的头从你这偷的我说这这个东西是我给的 这当然跟里面有关系了然后呢 反正也没有把他那个就赶住学校吧也没给他判判什么判刑啊 就是给他不能让他在在学校呃呃上学了嗯就这么一个事儿 但跟这个也没什么关系啊我是说这个所谓原谅你有智慧的 哎原谅有智慧对呃不要是人家是爱是这个是一种保护啊 就大家体会这个也不能我就是就是无限制的你可能有的时候一种纵容的话 会准是对呃对你的敌人是一种爱的表现对嗯大家要大家要要要要那个怎么说要要平衡对 也关系但是你我鼓励不鼓励大家尝试去做呢就是如果不是特别紧要的话就算了 但是如果说你是你这样教训的话比如你们家呃的捧孩子或者什么 你叫他你要他从你兜里拿了十块钱你拿回来啊嗯你不能不能那好我再给你十块钱有那么那么做如果能够你认为能够改变他的心灵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嗯嗯如果否则的话你还是这不好把握嗯 我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教的耶稣教导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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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就是上下所谓的上下颠倒的这个逻辑啊也也说你说爱你的敌人他有没有道理如果你要不爱的话你压还压压还眼那这个矛盾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永远停不了嗯这会可能就会导致这个罗米欧与朱利叶的那那那那那出戏就会发生了你最后还得嗯双方都是痛苦是吧 是还不如就是好呃就是和解吧你你不是你你不是那个那什么好我我就是你你你欠我这么多我还给你这么多你不是欠我这么多钱吗我我我我我我那个把这钱还用到你身上嗯在当时美国好像做过这么一次类似比如庚子赔款嗯啊你杀了我人了 嗯但美国也不一定对去对吧那我把钱这是基督徒当然要求的说这钱咱们还还回去吧我给你你赔完钱我给你建几个大学建几个医院对 比如协和医院协和医院那清华大学对好其他的什么那个基督徒大学啊就说他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让对方感受到 这个背后的爱心嗯呃背后的这个原理是什么他就会想哎你们这个西方国家这个背后的文明是什么呢对不对哪来的这个怎么还能这么干呢这不越掠夺越不是掠夺越掠夺越多越掠夺越多越好吗他能会琢磨琢磨了嗯 我说引申的就是说呃这个为什么西方传教士这个到了对一到了穆斯林这就不灵了呢也不是完全不灵啊因为他这个历史仇恨太强 嗯他就是夺这个圣夺这个耶路撒冷圣城之后杀了太多的穆斯林的血啊流了太多血了所以这个矛盾呀 就是一眼还眼还牙的这种解决方式嗯可能到今天也是嗯嗯整体来讲比如说大国之间的一眼还牙还牙这种方式那只能够让这个矛盾 越来越越激化嗯如果你爱你的敌人的话那这个穆斯林世界会不会对西方 这个基督教世界会另眼相看呢你有这个行为啊嗯我想一个例子是这个清朝的这个政府嗯清朝政府的时候有巨大跟这个汉族有巨大仇恨嗯然后打打天下的时候这这夺取这个天下的时候他也杀了很多很多人嗯但是一旦他坐上这个位置的时候开始思考的时候发现了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可取的地方嗯开始用四中国的思维来思考 嗯他把这个呃苍生的利益嗯把这个中国人也当成自己的子民来看嗯这个时候呢这个仇恨就化解了哦对嗯嗯对也也也有了这个两百年的这个呃稳固的江神嗯嗯这样的话让让老百姓知道这个新的政府啊对我们也不也是对你好的对我好比那个明末啊 那还好点啊比李自成那个还好点啊是吧不知道嗯就说这意思啊嗯所以呢这个反思了那个日本呢为什么就不灵呢对吧你说日本杀老百姓杀欺负中国呢说嗯那大家肯定反他吗嗯嗯日本咱们有空再说嗯我我再说一个隐身吧嗯这个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说耶稳说耶稳讲的这个爱你的敌人 爱你的敌人这是基督教的教导哈不要一眼欢仰一眼欢仰一眼欢仰这是基督教的教导嗯这个教导哦那是当时就是传教士就去这个日本传教了嗯曾经啊 因为日本有几个口岸嘛曾经有一个口岸叫长崎 Nagasaki就是它是离这个东京远一点的那个长崎现在不没有吗 这长崎啊哦是啊我就是我真是 为什么原来的口岸是现在现在的口岸因为他发开往口岸所以大量的宣教士就去传教去了嗯信徒也很多嗯信徒也很多他这些宣教士啊争取了几百年 终于把这个当时日本的解教令给废除了嗯可以自由传教了在这个长崎的发展啊非常的好基督教非常非常的好嗯但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1945年的时候这你知道哈长崎啊嗯美国扔了颗原子弹呢嗯 结果你说这个扔个原子弹你说对这个日本的信徒是个起个机器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大家可想而知了嗯 你你说这个西方的基督教好我们都是文明的基督教要爱人对不对啊爱爱爱这个敌人嗯这不耶稣教导的吗嗯爱敌人 你怎么还给长崎这扔回文子弹呢这是可全是基督徒啊嗯嗯对吧你这是怎么回事这所以日本嗯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一个很多的都对这个西方的基督教不感兴趣 因为你说一套做一套你知道吗嗯你说这个结果长崎全是老百姓啊也不是什么那个军事重镇 军事重镇或者怎么怎么样你你扔一颗所以这个大家要反思吧嗯还有一些这个他的教导的这个上下颠倒的比如说祷告的方法 哎对了这个去年咱们咱们年底时候去一个就是什么祷告会来着 第一曙光祷告会对去了两次呢咱们去两次对当时祷告在租了一个最大的体育场嗯然后那个人呢好像几千人嗯声音洪亮就是又又唱又那个在舞台上又唱又又跳啊 那大家也都很那个互动很激烈嗯嗯认为这个祷告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然后呢很很给外人的印象也很好嗯 但是耶税基督他怎么教导这个祷告呢他说呀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 你们要暗中祷告祷告在你在暗中的父跟他暗中的交流 哦就这种意思这样的话嗯嗯天父必暗中查看嗯嗯啊他这个耶稣教导的呢是呃他而且还鄙视了那些就在在大众面前就显示自己的那种祷告嗯他有时候是不喜悦的所以他讲了很多上下颠倒的这么这么一个嗯嗯 中国话叫慎独 慎独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自己其实是这样的 你作为一个人嘛 你作为一个君子嘛 在外边跟别人说话 在别人交流的时候 你很容易做到情操很高 但是你退去到自己的时候 你容易对自己有比较懈怠 然后对自己的要求相抵 所谓的慎独 那就说你越是自己的时候 越是你最真的时候 是没有那种外界的这种干扰的时候 回到内心你还是你 这样才是君子 是 这个我就分享就是太卦 也是田老师这个引用的这些例子 说这个太卦呢 我的理解就是说 教导了一些 真正的道理 天上的道理 天上的道理 好像 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 外在的一些形式 就是是不是敌人来了 我是这个 我给他 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这个在 在《易经》里面 《太卦》里面是做出的 就是内贱而外顺 内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长 小人道宵也 什么意思 就是内贱外顺 就是我内心里头是钱卦 有意志 我意志非常坚定 但是我们在外的时候是柔顺的 外边是空卦 是代表大地的 我是可以按照这个环境的变化 自我进行一个调整 只要你内心里头坚持的是正道就对了 嗯 对 我秉着爱心做事 对 我不拘行 对对 某一个具体的哪一条 这个时候能做 那个不能做 对了 就说他 千万咱们我也不能够把别人误导了 别到时候人家真过来关尿钱 你还真真是不加分辨的这么给 对 耶稣也不是那样 耶稣照上仙桌子 那记住了 耶稣 但是他是有智慧 智慧的给你教导 让你知道有这个教训 他是爱 因为爱心 他这要做 而且爱心是看对谁的爱心 对大众的爱心 还是对个人的 某一小群体的利益的这个爱心 他一定要打掉要读懂后面的意思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 匹挂呢 这个匹挂 他是 刚才王老师讲的是 匹挂 这个匹挂的话就是 钱在上头 地在下头 对 嗯 嗯 他这里头 就是有一个讲的 就是 嗯 你看看 天地不交的这么一个 嗯 情景 如果天地不交的是内柔而外刚 就是你你内在里边什么都不是 但外在的时候你还挺横 哦 是不是就见过这种人吧 是是是 对 然后在家里都挺横啊 然后那个 在外边很怂 就是这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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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嗯 嗯 那小人而外君子 嗯 你内在是个小人 在外头的时候 就是你真实的自己很小 哦 很卑微 然后你在外边的时候 显得挺有羞养 嗯 对 就是你内在的时候不坚定啊 对 啊 为了在外在的时候为了表现 为了这个 嗯 呃 对外边有些人有一个好印象 嗯 你有一些行为 别人看着你好像还挺好 对 这就是一般的就世间的逻辑啊 世间的那些 呃 外表弄了光鲜亮丽啊 然后 嗯 用一些世间的方法 对 而且你内心的 确实一个 是没有的 对 嗯 所以这个大王小来啊 嗯 这是一个 你失去的很多 然后 其实 其实你真正收获的很小 很小 你跟天国就很软了 对了 嗯 匹之匪人不不利 君子真 嗯 嗯 就是匹挂的意思 对 嗯 嗯 我们再举了一些例子 啊 举了一些例子 嗯 比如说耶稣 耶稣一致的这些例子 来证实 看看 他这个说的 嗯 嗯 就是 就是交付于海上 处于天地之间 嗯 田老师主要说这个是鬼上身了 有人说他鬼上身 哦 这个匹挂呢 就是 嗯 不好 嗯 它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嗯 就是可能会有小的 是不是这意思 我的理解 比如说你按照这个正确的方法去走的话 虽然可能会有小的 嗯 小的 就是灾祸吧 灾祸 嗯 然后怎么说呢 也是他简离举个例子啊 看看王儿帮也帮我分析分析 就挂里怎么来解释他 嗯 这个耶稣呢 也是做神迹啊 比如上次我们说了治病啊 特别是赶鬼 这里说到赶鬼 嗯 然后那些以色列人要求神迹 说你是凭什么说你是 嗯 上帝的儿子 凭什么你说你是救世主 你得给显个神迹啊 嗯 结果呢 耶稣呢 就治 给人治病了 而且还赶鬼了 嗯 是显神迹了 嗯 可是显完神迹这些人就 就还不相信 还不相信 还说你这个显神迹 肯定是 不是从上帝来的能量 嗯 肯定是 鬼王 肯定是从魔鬼来的 嗯 这当然耶稣也说了 你说这个 怎么 是谁 鬼怎么能够对付自己 用 鬼怎么能赶鬼呢 鬼 自己人怎么能够害自己人呢 都不符合逻辑嘛 嗯 就说这个 这个 这些人 这人呐 就糊涂啊 怎么都糊涂 你给他显神迹 他也不信 嗯 你显了神迹 他还说你是 魔鬼 就没法说 百姓的 他体现的百姓的糊涂 不认识他 嗯 你认识他的话 你 你认识他的话 就外邦人 罗马的长官 他都能认 知道 耶稣有 嗯 能施神迹的 能力 嗯 他就 例子就是说呢 有一个百夫长 就是 嗯 罗马长官 他的孩子 或者他的仆人 病了 嗯 然后呢 就是说 就求耶稣 你来 给我治治吧 耶稣说 那我就往那走 我 我 我上你们家 给你治去 然后那百夫长就说 你不用来 你就 你就是发个号令 他就能好 你都不用亲自来 然后耶稣一听 哎呦 喝 这个 你 你这个 罗马人啊 跟 还不是 以色列人 你都对我有这么大的信心 嗯 那就说 好 那你的孩子 好了 那你的孩子 还有的书里写的孩子 有的书里写的 的仆人 说你这个人好了 病好了 嗯 这个报信的 你真就回去报信去了 嗯 然后他一掐错那时间 哎 就是在耶稣说话那时候 他好的 果然是好的 嗯 就在耶稣说那句话的时候 那个时间 嗯 就好了 就说 这个信 耶稣的 那个不信的 你再是怎么怎么着 还是瞎眼睛 还是看不看不 不知道他是谁 嗯 你不信的 就是一个外邦的 嗯 罗马人 他也能够明白 嗯 嗯 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嗯 啊 看看能不能 那这里边就是 呃 天和地分开了吗 嗯 这个体外 就天和地分开了 就是啊 就是你 人不认识上帝嘛 对 人不认识上帝 就是你自己持着自己的 那个东西挺高 高在上 嗯 是吧 你就和那个道就远了 对 嗯 这里也是 他讲了一个 可以给大家提一点的 一个知识吧 这怎么说呢 啊 到底 所有的人的心都是坏的吗 在这个人性全然败坏 就是有一个 所谓的加尔文主义 嗯 就是说人性完全的败坏 就是没有一个好人 嗯 你所以都要认罪悔赶 嗯 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所有的人 耶稣就没有说人心有好的吗 对不对 那比如有好多例子了 那比如好多例子了 咱们都这个罗马 罗马这个这个官员 他也相信耶稣是救世主 对不对 嗯 你说他 他就不得不得救吗 咱们咱们这圣经里没有记载啊 咱们就不说了 嗯 但就说这个是没有一个好好人吗 对不对 这有一种说法 就所有人都是全然败坏堕落的 就是加尔文主义 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是不是一回事 我还不说 因为加尔文主义 后人理解加尔文的思想可能理解歪了 有可能 我不能够说加尔文怎么样 他对不对 我没有完全研究他 就说他就是这个田老师也挑战这种人性全然败坏的 这种说法 这个为什么呢 这耶稣呢 也是举了个比喻 他说这个在人心里放种子的比喻 耶稣给人讲道 就是等于是给人放种子 嗯 唯有那些就是撒在好地上的 持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就能够凭着就在忍耐里能够结好果实 嗯 这就说明这个有的人的心就是好地 他这个心地还是好的 也是有的 嗯 才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这个 这个解读吧 嗯 所以你通过这个比喻的话 人心也有一个 人心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 恶的 也有善的 也有 也有善的 只不过呢 在这个大环境下 他这个善呢 可能是被大环境就是淹没了 他内在还有 他该 他还有一个善念还在了 嗯 他说 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那个堕落的不可 我全然的败坏 嗯 就这么了 我想起来这个地啊 哦 哦 能不能种地这件事啊 哦 东南记 你看国内这个地啊都是上花肥 嗯 是吧 嗯 然后你又把这个地不是污染了吗 嗯 污染了以后你怎么样 你只能上更多的花肥 哦 哦 对吧 对 那就更加污染了 嗯 那只能是这样的话 这个不断的这样做下去的话 你就就 它长出了好的果实了 嗯 一定是就是污染的有农药的东西 嗯 对吧 嗯 那怎么办呢 嗯 那你就是把这个地 不要再去污染它了 对 然后你让它 呃 不断的翻啊 不断的这个让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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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净化它呀 净化纪念 让它变成这个又又变成可以就无毒的这种地 对 它要净化纪念 对 所谓这个地呢 原来是好造你的时候天生的一个样子一定是好的 但是后来你自己污染的 嗯 而且是你跟人心的这种物欲的膨胀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我要我要我要马上要果实嘛 嗯 我不甘心于这个呃哎呀这个你长得太慢了太少了哎 我要多太少了对我一下就要好太小了对对对对对 这是你贪婪造成的也可能人性全败坏也可能是这么理解 说人性的这个这块土全败坏的就是大环境都要撒撒化肥嗯 对不对嗯 但是呢 嗯 如果是没有化肥的话你放到就是好土的话就能够种出 长出好对好好果实嗯这个这个就是大家去思考啊重点还今天不是在这只真正的分享这个两个挂一个嗯太过一个匹挂是他那个王老师还没有添加的嗯暂时没有没有讲讲到哪里有什么有问题吗对吧嗯这就没有什么和里头讲到一个这个厚的一个例子啊就说这就没有什么了 这个嗯就是赶鬼耶稣赶鬼的时候曾经把那好多鬼啊赶到猪身上去了嗯 那那猪呢就是一群猪就跳跳悬崖掉水里了就就就死了嗯然后在这西方的那个基督教神学里啊也解释不清楚这怎么回事嗯 嗯呃直至今是个谜大家都不胖哦也不说这个事嗯 但是呢这个有一次我跟这个一个儒家呃老师呃嗯叫儒心学社哈嗯儒心学社老师张老师提到这一句张老师曾经解读过一个这个如何解读这段嗯我听着很有道理嗯说说看啊但我我是忘了我不敢现在我不敢说了 是吧我有机会还是请有些我们可以请张老师再跟大家分享嗯就这段我是呃这个我是 张老师是台湾台湾清华大学的医学老师对嗯我呢是我们的前辈啊对啊对那个时候我这个刚来新西兰第一次活动时候碰见张老师嗯我还不张老师比我对周一了解要深刻的多我就想过哦 新西兰这么厉害苍空过火是所以所以所以我我就今天我就不敢说了我怕说说错了嗯 请张老师讲对下次请江老师给大家的分享啊然后呢我们呢也是我们也是探讨就抛砖引玉嗯试着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将来还会有更多的 医学的研究者教师啊或者教授啊 给用这个用他们的那个方式来解读一些我们用西方神学解读不明白的教导 耶稣的教导 对那我就是那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匹挂的最后最上面那个谣叫清匹先匹后集 就是说匹到最终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转变 转变的对人家咱们再回到这个这个挂来说 人家就匹集太来其实挂去是太完了匹匹集之后是什么呢 这个后面一个挂可不就是同仁同仁挂了 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同仁挂 这个太呀不一定就是完全的好 因为太集了是不是就要变匹啊 是吗对那都挂去上来挂去是太极了变匹 就是说太好的情况下千万要小心 匹集的话也不要灰心 因为匹集一定太来已经太来 对匹集的话 但是在这个态的状态下呢 你要反思因为这个世界是出现诸多问题的这么一个世界 特别今年所以你在这个世界里你接着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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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是暂时的叫什么空欢喜 一定要做好这个防御于未然的一个准备 对这个匹的话如果你在这个很低潮的情况下 也要不要那个不要就是完全失去信心 耶稣也讲了他就是过来救他的救主嘛 信王爱信他有对他有希望 然后呢还要做做一些爱心的事情做一尊善事啊 按关爱周围的人啊 用耶稣的教导去生活呀 等着他 他的那个 等着他的拯救 耶稣也说了 在这个八福里说了什么呢 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 就寻见扣门就给你开门 你说没路了 你敲门 向耶稣敲门 他就给你开门 还有呢 他说的是吧 这个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如果你是干了好事了 做了一定好事 反而被这个世界给逼迫了 嗯 不要失去信心 耶稣呢就是过来安抚这样的 说天国就是你们的 嗯 他这是一个教导 就是给大家再补充 我再这个强调一下 嗯 那今天我们这两个话呢 就到此 给大家分享 分享 结束 嗯 下次呢 我们应该是换到大教室去了 计划 换到大教室 可能会有观众啊 也可能会有其他人参加 参与讨论 参与讨论啊 就也 大家是观众呢 也是如果是基督徒就为我们这个祷告祝福分享啊 有国学爱好者的国学爱好者的话也欢迎大家呢这个积极的参与互动 然后增进两种文化之间的一个相互的理解 嗯 East means West 对 感谢大家收看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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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